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 此访将如何促进中意关系向前发展 一旦一度倡议能否为意大利开启新机遇 中心社记者日前专访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 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 普罗迪表示 习主席此访预计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传统友好合作 并为双边贸易投资和人民交流提供全新的强大动能 普罗迪强调 意大利具备雄厚的工业基础 良好的港口条件 和毗邻非洲以及中欧的地理区位优势 不仅能够 而且应当在一带一路合作中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举行之后 所以我认为迦有绝区的关系 成立对了亚会发展的体会 这个认为 它们的重症 因为了一旦是东西 我将知道 它们的关系 其实反正是地理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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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說過很多次 如果我們需要一個亞洲的發展 中國和英國都必須合作 因為我們的近距離和你的興趣 我們必須在亞洲的存在 我們必須在亞洲的存在 目前中國是意大利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意大利則是中國在歐盟的第五大貿易夥伴 從古池 阿瑪尼 法拉利 到橄欖油 意面 披薩 不同檔次的意大利產品 近年來均受到中國消費者的青睞 不過普羅提認為 意大利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額 仍是發展不充分的 隨著中國產業和消費升級 技術研發能力的提高 他堅信意大利和中國的經貿關係 將朝著更加平衡和互惠互利的方向邁進 我認為他們是 highly positive 但我們必須要有 reciprocity 我們必須要說 如果有一個負責的負責 在負責的負責 我勞辭辭 我們必須這次的負責 我們需要這次的負責 我們必須要聽美 我們必須要聽美 我們必須要靠 善為 也包一合